HELLO 大家好 今天拍了一段影片 繼續和大家談談其他攝影話題 最近有些朋友問我買相機 其中一個比較糾結的 是否應該由 APS-C 轉 Full Frame 機 有些新手說未買相機 是否一步到位一開始就買 Full Frame 機 不用以後考慮這麼多 其實是否真的一步到位買 Full Frame 呢 這條片跟大家說這件事 OK 大家好 又是五長時間 今天跟大家說片幅 其實我已經有一條片講過片幅了 但今天直接討論 其實我們新手買相機 是否應該一步到位買 Full Frame 機 OK 大家其實在用什麼相機 你們在用 Full Frame 機 或是用 APS-C 或是用 M43 呢 留言告訴我 我想做個統計 了解大家其實 在用什麼相機 另外告訴我 為何你當時選擇這種相機 我也想了解一下 今天我拍照是用 Full Frame 機 因為我的相機 其實我是 Full Frame 機 有 APS-C 也有 M43 也有 但我通常來說 我習慣用 Full Frame 機拍照 因為我的鏡頭多數都是適合它 我用 M43 鏡頭最少 APS-C 鏡頭也有 但也不多 特別現在拍片這部機 拍片這部機就是 APS-C 我這部機是跟兩支鏡 另一支我一回來就包著它 沒有用過 從來都是用這一支 因為我拍片是這支鏡 適合 由於我自己的鏡頭問題 我自己多數用 Full Frame 機 其實要回答這個問題的話 我坦白說 其實這個選擇問題 確實在菲林年代 我們大部分人是不能選擇的 我們一定是用 1 3 5 Full Frame 其實沒有這個名字 這個名字是後來叫的 我不會覺得它叫做 Full Frame 我習慣我都叫做 1 3 5格式 因為在我們菲林人年代 我們所謂 Full Frame 是說 我們拍完照 成格大相不才相叫 Full Frame 無論你用什麼底片 總之你成格就叫 Full Frame 這個就是真正 Full Frame 的意義 為什麼在數碼時代 我們出現 Full Frame 這個名字 是因為數碼相機最早出現的時候 由於菲林年代 大家都說做相機的 我們在心態上 無論做和用都好 心態上我們這個想法 我們是否應該做到最流行的格式 就是 1 3 5 格式 但是很可惜 在數碼年代最早期 是做不到這個格式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CCD 生產技術太困難 亦是太昂貴 所以它只能做一些比較小的CCD 所以在開始的時候 那個格式是小的 即裡面的片褲是小的 大家都接受 為什麼你覺得技術上還沒做到 就是這樣 直到大概是 2003-04 年 2003-2004 年 開始有一個講法 就是出現了 Full Frame 這個講法 或者再厚一點的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大家會覺得 當時流行的片幅 比較細 大家渴望 有一個跟 135 相同的蝙蝠 鏡頭的焦距可以用回 十足十的視角 所以希望做到 135 個 Full Frame 135 Full Frame 不是一切 但問題是一個流行格式 所以大家都追求這件事 發展到下來 現在用 135 相機 流行的格式有兩個 一個就是 135 Full Frame 即是做足 135 或接近 可能差很少 但都是 135 的格式 另一個叫 APS-C Size 就是小一點 約莫細一半 這個為什麼叫 APS-C 因為菲林年代 有一隻菲林 這個叫APS-C Advanced Photo System 這種菲林有三個格式 一個 C 一個 H 一個全景 所以現在流行的小格式 跟當時的 APS-C 格式 接近 大家叫做 APS-C 格式 是小一點的 菲林年代的 135 不是太正的東西 我們叫小型攝影 不是太正的東西 那時候我們有能力的攝影師 不是有能力 有追求的攝影師 都會用 120 的 起碼現在的中幅相機 即是 Hasselberg Mamiya 或者Bornica 用 120 相機 拍六乘六乘六乘七 或最少都六乘四點五 六四五 都拍一些大片幅 不是大片幅 中片幅 大底 其實中底 無論如何叫 用 120 菲林 135 當時叫小型格式 畫質真的 過得去 如果你打籠 參加比賽 搞展覽 小到 16 成 20 吋 就很大張 20 成 24 吋 當然是瘋 但是 20 成 24 吋 或 16 成 20 吋 今時今日 太小張了 真的 講回現在的數碼年代 現在的數碼影像質素很高 解像度相當高 你不需要 135 Full Frame 你用到 APS 甚至 M43 就已經有當年 Felm 的135 全片幅 所謂的 135 全格 135 畫質 是有的 不要跟我說通透感 什麼層次 我純粹說放大率是做得到的 所以今時今日 純粹曬大相機 你用 M43 APS 用 Full Frame 機 是沒有分別都做到的 完全沒有問題 甚至拿一部再小一點的 一吋相機 即 Sony RX100 系列的相機 是沒有問題的 甚至拿一部 RX0 系列 是沒有問題的 絕對沒有問題的 所以純粹看你的曬相機 或者電腦看的需要 什麼格式都沒有問題 真的沒有問題 為什麼現在那麼多朋友 追求135 一方面可能是 心態上覺得有大影大 畫質好一點 真的 嚴格來說 135 全片幅的畫質 一定比普遍 普遍一定會好過APS-C 一定會好過M43 在低光的時候 即現在這個環境 叫低光 一到高 ISO 的話 135 Full Frame 一定會贏 相同的像素計 但是為什麼這些朋友 仍然追求135 Full Frame 因為在鏡頭供應上 他們最多大光圈鏡頭 最多大光圈鏡頭 如果用小一點片幅的話 用小一點片幅的話 用小一點片幅的話 當然你拍攝風景 拍攝幾十相 這是一個優點 但是如果你對於很多朋友 其實很追求淺景深的朋友 這個是缺點 所以如果特別是 對於很多攝影的 我不敢說初歌 或者是追求玩淺景深的朋友 很多新手很追求淺景深 我不是說所有催急淺景深都是新手 並非這個意思 我的意思是 假如你很迷戀淺景深的話 無可避免 你是真的需要一部 135 Full Frame 因為你可以用到他們的鏡頭 因為他們的鏡頭 是比較多大光圈 和135 Full Frame 同等拍攝的拍攝角度 你用鏡頭的焦距是長一點 你用APS-C用M43 那個焦距是短一點 短一點景深會闊一點 即是說你真的很追求淺景深的話 M43給不到你 APS-C給不到你 135 Full Frame 就給到你相當相當正 因為它有很多 1.4光圈鏡頭 人機有1.2光圈鏡頭 甚至瘋到0.95鏡頭 而且它的焦距是真的長一點 回頭說 如果你用中幅相機的景深 就更加淺 對 中片幅相機相同的拍攝角 你的鏡頭的焦距更加長 景深更加淺 不過 中片幅相機就沒有出到1.4 1.2給你 就是這個道理 如果中幅相機又給到1.4 1.2鏡頭 甚至0.95鏡頭 你景深的錢都瘋了 但價錢都貴到瘋了 所以在性價比上 高計 Full Frame 玩淺景深 它是最高性價比的 特別是一部 一部Full Frame 機 你買一支50mm 1.8光圈鏡頭 都給你一個相當不錯的淺景深 而這支鏡頭是很便宜的 即是玩淺景深最便宜的選擇 就是1.3 Full Frame 機 所以如果真的喜歡拍淺景深淋像 真的一步到位 一開始買一部Full Frame 這是我建議 如果你喜歡行山 背著一部機行山 你不想那麼辛苦 你喜歡去打掌 你對畫質要求不是很高很高 你M43是適合你的 是輕的 至於APSC的話 是一個很好的平衡 它可以做到淺景深 雖然沒有那麼淺 所以做到淺景深 價錢又輕便宜 體積是輕輕細一點 所以APSC是一個比較好的平衡 假如你不是那些追求淺景深 追求到很淺很淺的朋友 這個APSC是適合你的 這是我的建議 分享到此為止 影片太長了 我都要剪一些 給個Like 另外Share 給你喜歡攝影的朋友 告訴大家有個頻道 叫攝影獨白 幫忙share 是很重要的 我這個頻道真的需要你幫忙 訂閱 訂閱 按下鐘仔符號 選擇全部 另外我畫面上高 有我Facebook的Fan page 可以問攝影問題 問相機攝影都可以 但我未必立刻回答到你 但稍後總之會回答到 你放心 另外我開通了我這個頻道的會員制度 遲些我會陸續拍一些教學片 有系統一點 當然不像現在這樣 隨便說 有系統一點 如果你希望可以看到那些片 你需要加入成為會員 歡迎你 分享到此為止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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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好